先按图示两下,以启动本磁点。 现在您看到的是本软体之版权宣告画面。 读完以后,按一下开始按钮。 首先为您介绍本磁点之环境。 本软体共分为七个部分, 分别是,一,查询按钮区,可以设定查询选项。 二,输入区,在这里输入查询文字。 三,调目区,会列出所有找到之调目。 四,调目总数显示区。 五,内文区,显示条目的解释文字。 六,功能按钮区。 七,提示列,会显示操作提示。 现在,让我们来看看,如何利用本软体查询佛学名词。 首先,用滑鼠,在输入区点一下。 我们要查的名词是,法身。 您可以看到,随着您的输入,系统会立即过滤掉不符合的资料。 这就是可以逐步接近查询结果的,渐进式查询。 系统的查询时间,不会超过2%秒,可说是瞬间完成。 好了,我们看到符合的名词,共有30条。 而系统目前停留在第一笔,一法身中。 下面还有两种法身,三种法身等。 只要按一下滑鼠,即可查阅。 系统目前是以内涵的方式来查询资料。 您可以利用查询按钮来改变查询方式。 开头为法身。 结尾为法身。 现在,让我们来看看法身这条名词。 碰到不清楚的名词时,只要点一下。 系统会自动帮您找出所有可能组合的情形。 如何?很方便吧? 这就是小视窗查询功能。 小视窗内的文字,还有不懂的,也可以一直查下去。 现在要介绍更强大的全文检索功能。 按一下全文按钮。 输入佛光山三字。 按一下Enter键。 请静后7秒左右。 系统正在对700万字的内文进行查询。 好了,条目总数显示区显示62条。 这表示共有62条名词的内文,还有佛光山三字。 此时,软体下方会出现一个按钮。 可以用来跳到下一个出现佛光山三字的位置。 如果出现图表的按钮, 可以用来显示图表。 此外,系统还有提供泛文及巴黎文查询。 我们找到的名词,可以列印出来。 方法是按列印按钮。 这里我们无法做列印的示范。 不过,这是很容易的。 相信只要您实际试试, 便立即会用。 最后,让我们来看看系统提供的读经功能。 按一下读经按钮。 您可以利用任何文书处理软体, 来载入一篇经文。 这里我们用金刚经来做说明。 把视窗调整齐。 好,我们现在开始读经。 遇到任何不清楚的名词, 直接使用滑鼠或键盘标示起来, 按一下Ctrl-C, 或选择编辑中的复制。 您可以看到佛光大词典的视窗, 会立即显示出名词的解释。 是不是很方便呢? 本教学到此结束。 谢谢您的使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